看看我们今天在这八袋衣服里面可以卖多少钱 这边这个店 它是日本来的店 What's up everybody welcome to my vlog 今天这个vlog是非常非常对你们的帮助的 所以先不要按走 择房间的当中 我择到很多衣服 因为要新年了 所以择择下就择到这样多衣服 没错 这些衣服呢 我就是原本想到说要拿去捡出去的 可是我想一下 上网看到有一家店 它是可以收购你们旧的衣服的 所以我们先要把这些衣服摘上车 然后在车继续聊为什么会选它 拜拜 好 我们现在上到车啦 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叫做2nd street bundle 我先去那个waste 2nd street bundle是我在小红书看到有人在post 它在卖的时候 一件衣服是3块钱 所以它卖时间是30块啦 但是它不会完完全全收完 今天我们这里有8袋衣服 它应该会花一点时间 我也不太确定它会不会全部拿完 那如果拿不完的话 其他的我就会拿去捡出去给其他人穿啦 2nd street bundle 它们有好几个brunch的 今天我们去的是在TTDI里面 因为TTDI的brunch 还有另外一间 我不确定是哪一个 但是description 或是画面这边我会跟你们讲啊 只有这两个brunch是会收衣服的 其他的就是会卖 所以我们现在就过去那一边 再看他们的状况 大家不妨可以在留言下面告诉我 你们的新年整理衣服 多余的衣服 或者是不会要穿的 你要拿去捐呢 还是像我这样子 都会有固定的地方 你们会把衣服拿过去给他们 就卖给他们的 我们一起分享 好我们现在就到了这个2nd street bundle shop 就是前面那个 红色的那个 但是问题是 因为我们有8袋衣服 要拿 要找一个地方来提 现在就是要去找一个 parking 把衣服抬进去 好啦我们多了380圈 终于找到一个位置是靠近那个店的 TTDI是非常繁忙的 所以如果你们要来 可能是早上来就比较好 没有那么多车 可以整台店 也就是在对面的carpap park 但是如果你有很多袋衣服 像我们今天这样子 就需要找一个比较靠近的地方 我们现在就可以把衣服搬进去 然后再跟大家仔细的聊一下 他会不会全部衣服都拿完 还是他只会挑选的 看看我们今天在这8袋衣服里面 可以卖多少钱 不是拍不到 那我试一下 从里面拿 从里面拿 哈哈哈哈 拿这个车 你不然低伤钱他跑 耶 nice 我们就遇到一个问题 车报告太靠近了 开不到那门 我们换了 под代 好冷 我们换了不把银子 好冷 我得力 来吧 好 好 您先放入 有 所以 所以我们对于有客气 我们只要在试 请确认识的资料是有关的 所以后来我们会展示娅荡市 有关的政府 我们们要提供的市场 我们要提供选到市场 所以我们带到市场的差别 所以我们要提供1,2,2 地区 我们可以提供期限时 如果有很多客户 所以我们能保持1 只要以1 基本上这边的东西就是 他会先check所有的衣服 然后最低是一块钱 一块两块三块这样子 他的step就是 他会先check看顾客有没有很多 像现在顾客还好 所以他就check了所有的东西 大概要45分钟 到一个小时这样子 他check完之后 他就会给我们看他拿哪一些 可以卖哪一些不可以卖就可以 他就给了这张纸 这个纸就是代表说我们等下回来 你看后面他们就是在弄着 我带来的包包袋 然后看看里面选的东西 所以他选到的就是会放在这边拿来卖 整个洗掉才卖啦 这边这个店 它是日本来的店 所以他很多东西都是 日本不能这样子的卖 所以他们在这边可以这样的卖 这个不确定 but anyway 就是你看到所有东西就是有很多 这些包包 60块 然后衣服 我看现在衣服卖多少 20块 他们这边除了熟衣服还有熟鞋子 还有熟眼睛 熟表 包包 几乎都好像有熟的 对 好心眼喔 好 老板 哇 这里熟的东西还蛮有质感的 喜欢 这种背包也是可以来这边找得到 但我觉得这个东西是 如果像我的Case真的是太多衣服 也不舍得拿去丢 也就是卷 但是如果有这样子的店可以收的话 我觉得可以来卖给他们啦 好 或拿去丢 好 来 去吃饭 我们去吃东西先 我觉得他应该会给我们很多衣服啦 感觉上我有很多家里的衣服 想一下哪里有可以卷衣服 但我比较好奇 这种八代衣服里面 我们到最后是卖到多少钱 今天这个vlog不是说我们要卖多少钱 但是很好奇 因为衣服的质量很多 我觉得你吃个饭 然后再回来等他电话 应该会很快的 现在是一点多 估计大概两点多他应该会扣回来了 你觉得今天可以卖多少钱 我给你看那个小红薯还是女生 是三块一件两个 然后我在找一个是三块 他卖了57块 好不好 他没有写多少钱啊 刚刚我们有讲到这个是 他的website是讲只有两件 收衣服的 一件就是在我们现在来的TDI 另外一个是在SripperDarling 这样应该就是这个post啦 而且5块钱耶 一件5块啊 差很远 5块钱三块差很远 没有没有 不是不是 他是讲这个店 卖了衣服5块钱起 所以他们的rate还是一样standard的 就像他刚刚讲的 最低是1块 最高 他跟我讲3块 所以我不记忆今天的 我们带8袋衣服 应该会超过100 因为我的衣服除了睡衣 其实 还有很多 光洁的衣服 以前 汤格的衣服也是一样 以前在金河卖的西布亚店 你听过吗 听过留言 听过的应该跟我差不多年龄 西布亚店卖的衣服是很贵的 然后我那时候是买来穿上 神秀大赛的衣服 等一下看到有没有挑选到那个衣服 好像是有一件衣服是去年买的 新年衣 现在在房间是找不到的 可能我是塞买进去 所以如果等一下才有 那个衣服我应该拿回啦 还很新耶 一年一件衣服 Hello OK OK alright 快了 我们刚才是1.3个字 现在是差不多2点 现在是差不多半个小时多了 我们现在去看 到底是什么回事 可以 我们对uv了 他要对吧 随机 停下行 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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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要收到多少人了,Indian? 多少人都要加算 OKOK 你让我们有继购机外购机 他在后面 中那里有继购机 还没有继购机 你如果要继购机 在设计里有一短的小条 那么老套,你能放下 你把派的继购机 这里在上面 对上之后 这种小条 在那里 你当中Е看到一层的继购机 你不认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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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认识。 他刚刚就是,我们拿8袋来嘛,他其实只是拿了1袋,然后还有7袋在这边,所以刚刚他瘦了,总共是116件。 然后你们猜猜啊,还没有看完这个影片之前,在comment那边,你留下言,猜我们是卖了多少钱。 然后现在剩下的这些呢,我们就会拿去这里附近,他刚刚讲的,在肖那边可以把衣服放在那边,就给人家去collect。 什么6袋吧? 6袋? 我只有6袋吧,1,2,3,4,5. 还有一袋? 所以我们是卖了2袋,不是1袋,2袋是ok啦。 这样我们去肖的游站那边,把衣服放进去,然后才跟你们说,我们今天这8袋里面,卖了那2袋,是卖了多少钱? 然后你们猜的对还是猜的错啊? Let's get it over. 所以他讲的就是,肖游站的这个,donate your fabrics. 特地讲是在这边可以放衣服,然后他没有拿的衣服,他们可以过来这边拿。 这个洞这样小,所以我们是一件一件衣服放进去,我们趁这个机会看找到我的衣服没有了。 这个我找得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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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啊买,买这样多这么多。 我想妈妈看到这个影片,应该是把我杀掉吗? 我跟他讲,我要拿衣服放出去的时候,他一直讲,买又买这样多,穿又没有穿到。 吃什么? 但是我们做人就是要这样,可以帮别人。 很多人都是需要衣服。 居上是我们的家里淹水喔,就是有很多衣服在外面。 然后很多人都需要帮助的,所以希望我们家有做是可以帮到很多人的。 我会拿这个。 我会拿这个。 你真没那么多拿喔。 对啊。 你会有心喔。 最后一代。 有就有。 没有就不见了。 我们的结论就是,那个衣服已经不见了。 去年才买的衣服。 所以这是我们,剩下有的。 好啦,今天的这个Vlog就到此为止啦。 当然,end之前,也要看看你们有没有猜对今天我们带去这个二手店。 这八代衣服里面,他们收了两袋,是卖了多少钱的。 其实我们都没有想到是这个数目。 刚我们吃饭的时候讲是,顶多一百块。 但是它现在给我们的就是,它分四个价钱,一块两块三块四块。 就是最低是一块,最多是四块。 所以一块钱的,他们拿了二十三件。 两块拿了五十件。 三块拿了二十一件。 然后四块钱拿了二十二件。 所以总共加起来,我们是卖了两百七十十块的。 是的,两百七十十块的当中,我还是找不到我要找的那个白色的衣服。 但是,我们刚刚把衣服放在校邮站这一边。 Donate the bricks的时候,就是有发现到还是有一些衣服是可以穿的啦。 那就拿回啦,拿回几件。 希望大家喜欢这样子的一个内容的content。 然后也希望这个content可以帮助到需要帮忙的人。 然后最重要的是,如果大家知道还有什么地方是可以卖二手仪的。 也不妨在我的频道留言,让我的subscribers们知道。 到最后,还是祝大家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喜欢我的影片记得按赞分享,然后记得要subscrib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一集见,拜拜!